近日 安徽池州青阳县公安局 成功侦办了一起 非法狩猎野生动物的案件 抓获犯罪嫌疑人32人 收缴非法狩猎工具500余件 查获国家保护的 三有野生动物1100多只 前段时间 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公安局民警 在日常巡查工作中发现 阳田镇居民施某某 有收购大量野生动物的违法嫌疑 得知这一线索后 青阳县公安局立即成立专班 对施某某展开侦查 犯罪嫌疑人施某某 在未办理野生动物 经营利用虚构症的情况下 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法规 以私用为目的 长期采用驾重定点 驾车流动上门的方式 在青阳县内非法收购 出售陆生野生动物 继续肉制品 进来获取非法利益 经过一周的侦查 办案民警掌握了 犯罪嫌疑人施某某的行动轨迹 随即对其展开了抓捕 并在他的家中 搜查出了野兔 乌烧蛇和野鸭等 大量陆生野生动物 及其肉制品 面对确凿的证据 施某某向警方交代 自己从2017年开始 就在青阳县周边乡镇 非法收购 并出售陆生野生动物 施某某收购野生动物后 以高价销售到青阳县 桂枝区九华山等地 所销售的野生动物 及其肉制品 部分被居住在青阳县 桂枝区的购买人食用 部分流向到九华山 风景区的餐馆 山庄 民宿等餐饮场所后 被食用 案件侦破后 池中市青阳县警方 顺藤摸瓜 以施某某案件为突破口 又陆续破获了 非法狩猎 非法持有枪支等案件 31起 909系列非法狩猎案的侦办 抓获犯罪行人 山塞人 涉案黄脊 华兰兔 蛇类 鸟类 野鸡 青蛙 等野生动物及其肉制品 在1100余投资 涉案野生动物 及其肉制品的价格 在50万元以上 查获 枪支一条 扣押 钢绳套工 调工 铁夹工 垫补器等 射类工具 500余件 目前 施某某已经被执行逮捕 移送至池州市青阳县人民检察院 审查起诉 记者了解到 这起案件中的其他犯罪嫌疑人 大多为山区居民 除施某某外 还有一人被依法逮捕 两人被刑事拘留 八人被移送起诉